公投前一天独派大佬顾宽敏成立的台湾制限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民调 重启核四公投可能不通过 其他像是珍爱藻礁、反萊猪以及公投榜大选都可能通过 另外TVBS民调则显示了在禁止萊猪进口这一案 虽然有46%的同意高于不同意的37% 但是同意的比例相较于上一次的民调已经大幅减少了9个百分点 独派大佬顾宽敏对公投似乎有点着急 因为他的基金会公布最新民调 四大公投只有重启核四案 百分之四十五点九的民众不同意 大于同意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 其他包含珍爱藻礁、靖莱珠和公投榜大选 如果同意者投票率高都可能通过 要是结果真的是三个同意和一个不同意 民进党又该怎么办 不过绿营全力吹票也看到效果 根据TVBS民调在禁止萊猪进口 虽然有百分之四十六的民众投下同意票 高于不同意的百分之三十七 但同意者比例相较上次民调大幅减少九个百分点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民调也显示 有过半数百分之五十四点七的民众 认为开放符合国际标准的美猪 对台湾发展经贸有帮助 百分之五十八点五认为当初国民党开放萊猪 现在却反对开放萊猪是双重标准 如果想吃的人就可以自然会去吃 不想吃的人就可以看那个 不要张说不要吃就不要吃 专业的东西就要回归给专业啊 民众看法大不同 一二一八就能减真章 华氏新闻 江胜宏 黄兆胜特别报道